hello大家好,我是Jessic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现在房市股市都不是很好 如果你选的躺平了 那不妨趁这个时间拓展一下自己的税务知识 加拿大很多地区呢 最近的房价都有不少的跌幅 再加上加息的影响 可能对有些人来讲 房子的可负担心就变弱了 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 你想变更房子的用途 我们上期视频讲了45R election 自住房转出租房的税务用会条款 我们今天就接着聊45R election 出租房转自住房的税务用会条款 比如说你之前在Downtown买了一套投资房 现在因为换工作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 你需要搬到Downtown来住 那你可以考虑用45R election 这样子这套房子是可以按照比例 免4年的capital gain 如果你只出租了4年 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呢 有可能这套房子卖的时候 可以做到完全不需要上水 但是发了45R election 也不一定总是最佳选项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决定 我在视频结尾的时候呢 也会分享一些需要考量的运速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这个频道是想跟大家一同成长 我会用通促易懂的方式呢 跟大家分享一些税务知识 理财和自我提升的tips 如果你对这些人感兴趣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做了新的更新 你会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 你的支持呢 也是我做视频最大的动力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 我也会跟上一期 45R election一样 给大家举例说明 还是CRE的例子 Mr.X呢 是在2003年 买了一套投资房 出租给了第三方 一直出租到了2009年的中旬 因为Mr.X和家人 因为工作 或者是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呢 需要把这套房子 收回来作为自住 Mr.X一家呢 从2009年的中旬 一直自住到了2011年 因为需要换更大的房子呢 他们就在2011年的时候 把这套房子卖掉了 我们看看在税务方面 对于Mr.X会有什么影响啊 Mr.X呢 一直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她在file自己 2011年个人税的时候呢 从2009年到2011年这三年呢 她是把这套房子 指定为自己的 principal resident自住房 因为这套房子 Mr.X在出租期间呢 没有claim CC 也就是说 没有做房子的折旧 所以她在报2011年 个人税的时候呢 file了453 election 出租房 转自住房的 税务优惠条款 把出租那6年 2003年到2008年中的4年 也就是05年到08年 也作为自己的自住房 并且在05到08年呢 她没有指定别的自住房 那么她在报这套投资房的 capital gain的时候呢 有89%的capital gain 因为file了453 election 就不用上税了 只有剩余的11%呢 需要按照capital gain来上税 大家我们都知道 capital gain只有50%是taxable 所以11%的一半 需要按照Mr.X的编辑税率来上税 是不是省了很多的税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file453 election有哪些限制 一会儿呢 会解释这些数字是怎么算的 首先呢 必须是整套的房子 变购用途啊 不能只是其中的意见或者是部分变更用途 比如说之前整套出租 现在收回来自住 然后又把空余的房间分租出去 这种情况下呢 是不能使用453 election的 其次呢 在你报rental income期间呢 是不能clean cc的 也就是说不能做房子的折旧 如果你是自己报税的话 一定要小心 因为有些软件呢 可能会自动的帮你做折旧 你就必须要手动的改才可以 如果你有rental income的话 最好找靠谱的专业人员帮你报 不然会影响你以后的税入筹划等等 很麻烦 用453 election 我觉得主要两个好处 一个是可以做到tax deferral 延迟缴税 因为如果不file453 election的话 根据加拿大税法 在房子转变用途的时候呢 是会被市场以市场加卖出 然后再立刻买回来 这样的话 如果这套房子之前是投资房 就会trigger capital gain 如果你没有什么相当的抵税项的话 那很有可能你就需要交易大笔的税款 但是因为你的房子并没有实际的卖出 就没有镜像 所以你就得自己筹钱交水 是不是非常的不合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些elections呢 就派成了用途 用453 election 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如果是加拿大税务居民的话 你可以有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自住房增值免税条款 也就是说你可以按照比例呢 最多免去4年的capital gain 那既然我们大概了解了453 election的理论知识呢 那我们套路一组数据来看一看到底能省多少税啊 我们还是用CIA的例子 首先呢梳理一下时间线 Mr.X呢 是在2003年买的投资房 我们假设它的买入价呢 是40万 然后一直出租到了2009年的中旬 我们假设这时候的市场价呢 是60万 然后从2009年开始呢 Mr.X一家呢 一直自住到了2011年 然后100万 在2011年卖出了这套房子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在不用453 election的情况下 或者是不知道有这个election存在的情况下 Mr.X需要交多少的税 首先呢 根据税法 Paragraph 45 1a Mr.X在转变用途的当年呢 这套房子就会被视同以市场价卖出 Mr.X的买入价呢 是40万 2009年的市场价呢 是60万 那么Mr.X在报2009年税的时候呢 是需要报这套房子的capital gain 也就是20万 60万减40万 我们假设Mr.X的边际税率 是当年的最高的46% 那么它在报2009年税的时候呢 就这套投资房来讲的话 它大概需要交4万6的税 因为capital gain呢 只有50%需要上税 所以20万乘以50%再乘以46% 可是问题是Mr.X还有一家老想要养 再加上房子并没有实际的卖出 哪里的现金流来交税呢 政府呢都是暗张办事 不会帮你解决现金流的问题啊 你可以尝试跟税级商量分期付款 能不能批下来呢 就不好说了 然后等这套房子真正在2011年卖出去的时候呢 因为从2009年开始这套房子变成了自住 所以以后的增值部分呢 根据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自住房增值免税条款呢 是不需要交税的 也就是说在不发453 election的情况下呢 这套房子总共交的税呢 就是4万6 如果Mr.X发453 election的话 首先呢 他不需要在报2009年税的时候呢 就计算这套房子的capital gain 他可以延迟到房子卖出的时候再交税 453 election的截止日期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这套房子卖出去那年的个人税的截止日期 除非是CR有提前让大使人提交申请 我们假设Mr.X没有自顾收入 那么他file453 election的截止日期呢 就是2012年的4月30号 因为他是在2011年最终把这套房子卖出去 所以也就是说他在2009年转变用途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报capital gain的 只需要在报2011年税的时候呢 给CR付赠一份说明信即可 然后再申报这套房子总共的capital gain 因为file453 election呢 这套房子在变更用途的时候呢 是不会被默认卖出的 给你自住房增值的计算方式啊 A乘以B除以C A呢就是这套房子总共的gain增值 也就是2011年的卖出价100万 减去2003年的买入价40万 中间的差值60万呢 就是公式当中的A gain B呢就是如果是加拿大税务居民 把这套房子作为自住房的年数再加1 这个一年呢主要是为了买卖房子的交接 我们把它叫做oneplus rule 2009年到2011年这三年呢 Mr.X一家呢是实际资助的时间 因为Mr.X file了453 election 所以他还可以额外指定 最多4年的出租时间呢 算作自己的资助时间 也就是05到08年这4年 即使他并没有实际居住在这套房子里面 所以呢他总共的能够算作资助的时间呢 就是7年 3年的实际居住 再加上file453 election呢 额外4年 所以B呢就是7年 加上1年就是8年 公式里面的C呢 就是这套房子总共的拥有时长 也就是9年 就是从2003年到2011年 那么Mr.X的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自住房的减免呢 就是53万3左右 60万乘以8除以9 那么作为投资房的capital gain呢 就是67万左右 我们还是假设Mr.X的边际税率呢 是最高的46% 那么他2011年就这套投资房 需要交的税呢 就是15000左右 如果不file453 election呢 他在2009年呢 就需要交46000的税 所以file453 election呢 光省税呢 就省了3万1左右 而且还可以做到延迟缴税的目的 这些钱做点什么不好 如果只有一套房产的话 那肯定是file453 election 是最省税的方式 但是如果是有多套房产的话 那就需要找专业人士规划一下 算一算用453 election 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省税的目的 因为每个人呢 每年只有一套房子 可以作为自住 也就是说 如果这套房子 你指定为自住的话 那么当年别的房子 就不能作为自住了 所以在算capital gain的时候呢 不是自住的房产呢 就不能获得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自住房的增值免税条款 如果想要达到税务优化的目的呢 指定每年增值高的房产 作为自住房呢 是最划算的 有些人可能会问了 我把出租房转成自住 那我到底需要自住多久 才可以用453这个election呢 税法呢 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限制 短期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 证明你是把它作为自住 而不是投资 根据之前的case law呢 CIA一般会考虑 你是否拥有这套房子 以及你是不是真正的居住在那 这些election的存在呢 并不是为了让投机的人钻空子 大家在做税务筹划 或者规划的时候 也不要太激进了 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 我们以后的视频呢 也会讲CIA专门针对于这些 激进的税务规划 或者税効筹划 会有什么反击 如果有房子的买卖呢 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 但是你自己要清楚 每个条款的利弊 最后做决定的是你自己 专业人士呢 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我的视频呢 只是帮大家了解一下 说法是怎么规定的 并不是作为专业建议啊 如果你还有别的想要了解的话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 也欢迎转发给身边需要的小伙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和关注 这样也可以给我 更多做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